31岁成信单亲妈妈 自己脸书大部分是独照 看不到两个孩子 没想到四个月大的小女儿 因为被她不理不睬 丢在租屋处 疑似活活饿死 早在14号周末 邻居说15号和房东开会 成信女子自己一个人出席 没看到孩子的身影 中秋假期这四天 她出去玩还烤肉 大女儿丢回娘家 当时说小女儿有别人在照顾 中秋节之后 又一直向拖婴中心请假 直到23号 只有带大女儿去上课 老师起了疑心 全案才曝了光 这八天 女婴到底经历了什么 14号那一天 是否就已经遭遇不测了呢 孩子应该要到拖婴中心 老师问妈妈 小孩子怎么没来呢 妈妈脱口而出表示 小朋友可能死了 她跟她接起来 我说奇怪 怎么刚不住你而已 怎么马上要借钱 她想要把一个小孩送给别人 因为她养不起 我想说这么困难 我们就尽量帮她 31岁的成信女子 未婚怀孕 曾在怀第一胎时 妈妈本身经济不富裕 去年也向慈善单位寻求协助 结果成信女子又怀第二胎 工作时有时无 妈妈气的赶她出家门 5月生产时 缴不出医疗费 社会局介入 帮忙找落脚的租屋储 也提供了生活及难金 前后补助11万 另外每个月有弱势 今天5000多元 这个案子现在由检警侦办 案母被羁押 案解由社会局安置 这么小的孩子 死了多久死因为何 陈姓女子回娘家表现正常 离开租屋处8天 行踪交代的不清楚 目前收押禁件 26号复宴解破 要再厘清女婴死因 TVBS新闻 吴仲勋宋沛文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